火箭少女这个女团大家早已经不陌生了吧 两个月前十一位小姐姐通过腾讯推出的创造101节目正式成军出道 但这个女团可以说是非常不太平了 三天两头搞事情上热搜的频率也是无人能敌 前不久乐华和麦瑞娱乐旗下的艺人吴轩宜 孟美琪以及张子宁因公司的要求退出火箭少女团 至于退出的原因说到底 无非是因为艺人公司和通讯之间有了利益冲突 看过偶像练习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乐华公司的艺人通过选秀节目出道后 会和主办方签订双向并行的合同 在出席集体活动时间雇自己公司原组合的形成安排 但由于原公司和主办方腾讯没能协商好 旗下一人退出了火箭少女 不过退传风波还没过多久 双方又纷纷宣布三人回归团队 将正常参加以后火箭少女的集体活动 这波操作实在让人看得有几分猛逼 这是在斗全民是做人吗 但是重新挥队的三人待遇 却和之前大大不同 尤其是之前在节目中C位出道的孟美琪 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 终于守住了自己的C位 回来之后C位背对向右的顶替不说 如今就连镜头都笑得可怜 在火箭少女的团宗中 她总是出现在不起眼的角落 只要有孟美琪出现的镜头 大部分都被打上了马赛克 或者是用字幕或者贴纸将她挡住 只有拍到别人进井的时候才能看到 现在一旁的美琪的半张脸 看来腾讯爸爸这次真的因为退团事件生气了呢 网友们对此事赞成了两对 一方表示非常支持腾讯的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